而且记者会里面还有爱尔兰在这个舞团有踢踏舞的表演哦 为了欢迎五度来台的罗南唱片公司特别花心思起来 正巧在饭店表演的爱尔兰舞蹈团体 踢踏一起思想之情 一上台的罗南就先和舞团来了张全家福大合照 随后唱片公司更送上了以他主打歌曲为主题的白金唱片 只见罗南一下帮忙搬东西上台下台 一点大牌的架子都没有 而已经相当熟悉台湾的他甚至在记者用中文问问题时 就能直接听出意思 他听懂了 他听懂国语了 这个词牙之后 对你就应该说 就应该说你说这组本主打歌曲 对 订阅吧 对 对 你也知道 我已經知道 我可以講廢話 對 昨晚抵台的他和隨行工作人員的數十箱行李也嚇壞了唱片公司的接機人員 我只有一個袋子 其他人們有很多袋子 阿歷克是我的照片工作人員 他有七或八個袋子 因為他有各種衣服和衣服 我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拿到我來 他是一個電話機器 我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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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歌手經紀人好丈夫好爸爸的羅乃 也將有第一本自傳式的書要推出 不過可是只送不賣的 在現場 大家可以看到他今天穿得非常的涼快 而且這個燈光打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浪漫的 非常適合羅南的氣質 Jolin去了紐約之後 越來越漂亮了唷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了這樣之後呢 我們待會兒就讓大家來看看羅南他現場演唱的狀況 阿嬤要去跟他簽名 但是不小心跌倒了 最近為什麼很多阿嬤都會喜歡去簽名會啊 阿嬤可能是幫自己孫子或者寄名給他用的 那也太不孝了吧 孫子女兒應該自己去啊 要上課啊 你說阿嬤自己想要啊 不一定 讓我們來看羅南的簽名會 牛男 羅南雖然是第五度來胎 不過他的超高人氣還是無法擋 他在西門町舉辦的簽唱會就吸引了無數歌迷 整個西門町幾乎為之癱瘓 不過羅南除了為感謝歌迷而舉辦簽名會之外 他也不忘提醒大家以購買正版作為支持他的行動 他也以敲響銅鑼向盜版宣戰 1 2 3 3 然後我們來玩VCR 接下來羅南就騎上他最酷愛的重型哈雷機車 前往簽名會的場地 不過熱情的歌迷早已堵住羅南的去路 讓羅南寸步難行 因此羅南雖然騎著重型機車 前進的速度卻非常緩慢 好不容易才登上舞台 不過在羅南表演到一般時音響系統出了一些小毛病 歌迷們立刻發出失望的聲音 好在不久後音響就恢復了正常 而從羅南的簽名會上 更可以看出羅南無法抵擋的魅力 不但讓整個新門町平臨暴動狀態 就連阿嬤也正著要羅南的簽名呢 SAT新聞實現李陳德馨 台北報導 而沸騰起來 這場名為萬人羅奔簽名會 也的確名副其實 因為場面公司封肩搭了兩個舞台 羅南騎著哈雷機車帥氣的一步步向前行 辛苦久候的歌迷只好一步步跟隨他的腳步 所經之處莫不引起陣陣尖叫 頗有萬人空降之事 羅南為了回饋歌迷 特地上台演唱了兩首歌曲 不過唱到第二首歌曲時 羅南不愧是斷電王子 因為現場的喇叭又突然沒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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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的喇叭又突然沒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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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試一次 好 再試一次 我可以說 昨晚羅南上張莉的西洋大閱兵事 演莫名其妙的斷訊 而以MTV來電檔 讓唱片公司人員都直呼太神奇了 不過今天從現場羅南的反應 和台下滿滿的人群 和從南部特地上來的阿嬤歌迷 羅南的人氣魅力絲毫不受影響 只好說是她的電力太強囉 約新聞 姚里文瑞怡採訪報導 真的是一個又親切而且又有才華的歌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馬上來看看羅南呢 他今天演唱會的現場實況 看看羅南現在唱哪一首歌 OK 她今天穿的衣服也非常的輕鬆自在喔 而且她皮膚好好喔 完全看不到一點毛細口 我覺得女孩子都是很在乎這個的 不曉得他有沒有擦口紅喔 我記得有一次我看那個 吳宗憲啊 他嘴上那個擦的唇彩太厚了 就好亮喔 所以羅南好沒有這個問題 OK 那現場 從這個現場的歌迷的 樣子看來也是非常的熱烈 我們在這邊也預祝羅南 他在台灣的專輯可以大賣 可以賣得非常好 好 那現在還有看到的是Johnny 第五次來台灣 對 OK Johnny還說那個馬丹娜是她的大姐 然後莎拉布萊曼是她的二姐 然後Jana Jackson是她的三姐 希望我可以變成她四姐 因為變成她姐都會很紅 好 真好 OK 我們馬上再來看看 他一定會有她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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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還要不然 有發抗聲 他一定會有她的說話 你問她是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